主持人 民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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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位乌鱼白昌 换位乌鱼白昌 風場退出雨場 豐場退出雨場 管我干净海洋 一直以来在台湾在人员转型的过程中 可能被忽视的一些在地真实发生的事情 他们也不是故事的主角 他们就是实实在在的本人 台湾在前107年106年出去开发几个离岸攻击之后 其实台湾整体是期待的人员能够持续的发展 然后也希望能够在2025年达到一定的目标量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些生意是没有被发现的 也没有被发掘出来的 我们市民本身对国家的任何政策 我们的政策是反对的 但是就有一个从基本的诉求就是说 那真的不能说要做一件事比较公明政大 要做一件事比较公开 这是我们市民的一个基本诉求 当我知道他这个工厂要盖的时候 他的船已经进来到我们的海域在施工了 我们完全没有收到通知 他跟我说工厅会 我们有从事捕鱼的人完全不知道 工厅会什么时候开 你找谁去开 我们都不知道 来他就 像到我们的海洋告诉我们 我们要施工了 你们不能来 那就报名机名 这我们在这里捕鱼要捕鱼很久的 他在海上丢了八型种的种浮表固定在那边 我们的网具过去的话 他说我们故意的 我们的网子一个网具这样要十几二十万 你会拿十几二十万去干 我们这次报名 这个鱼店是我们四五台的代祖先所传出来 给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有何人可以一起 接一台一台的鱼店 走过去的鱼店真的很多 自从他们达到营林公司来到我们海民上 來把我們破壞到我們的地點 海溫啦 你看沒有魚湯好而已 要拿湯到一台一台 這是我們紮針食基本的餘的魚 我們一隻魚湯要拿湯出去到何海 投海餘餘的經驗 每一隻放下去就是要四五百萬 幾千萬的也有 要求我們怎麼去下去生化 我們就要從事這個工作 從事這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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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的時候政府鼓勵我們青年返鄉 然後我就自己用高中大學打工的錢 然後造了一台船三百三十萬 然後回來跟我們村莊的年輕人一起出海 這樣再捕魚 然後我們現在捕魚其實在海上的生活很快樂 我們的收入非常的豐厚 這個是我們的漁獲報價單 我們一天好的時候六十多萬算進行 這樣呢 今天回來的時候我們平均一個月要有六十幾萬算很幾分的 然後他一過來的話我這個七月份只賺了八萬塊 整個雲林縣北有六千啦 然後我們台子村又有一條海底電纜16KB的 然後中間現在要做風力發電 整個雲林的海域面積 你說看我們還要去捕魚你幫我加一下 而且你說可以看縣市捕魚 整個西海岸啊 苗栗新竹啊 全面施工啊 我尊重那個大隻 我真的不知道要塞到 要叫我貴姆喔 還是要叫我去捕魚捕魚我就看不到 這張時空圖 到今年為止啦 才拿出這一張位置圖啦 我們在開會期間 會議紀錄都有講 我們一直不斷的要求 你們把八十支風氣的位置圖給我們知道一下 從頭到尾都不拿出來 只給我們這八個點 八個浮標的點 我問一下啦 這個我們是專業在海上的 我們一看就知道 我就不相信你們這些數字你們看得懂 更何況是我沒理由 它是 要做八十支風機 它需要把電南山放在土面的 給它出連丁 這種同樣 我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 他們的大型機構 經營有十多東西 在北向倒撞這麼多 整個海床漏洞 整個魚叫死 整個我們魚在窯的那個礁石 什麼都沒有了 師傅這個情況 你們這大公司 不需要說新加魚人的溝通 其實你們要來做沒關係 我們可以說是全聰明的溝通 我提出我們的意見 我們什麼東西不可以做 對達費欠什麼 是不是可以表現這些問題 你們在怕什麼 這是我們在地的魚人最受不到的 魚人 這個公司 他可以提出他們原本的方程 我不查賣隊 我不知道 還是魚頭來給我 因為他私作的範圍扯到什麼程度 漸漸到七八米了 漸漸還不達二十米了 這根本就是 我們主要經濟魚種的棲息地 包括他們說 白海圖這輪的棲息地 你們可以說 叫我們魚人 不可以作嚇 你們這些大型的機器 來這裡給我勞動 幫我們拖 等到我們發的東西 再來跟我們爭 說那不是 那不是 那時候我們就一直反對 說 拜託你們重視我們的魚種 我們的經濟來源 你們不要跟我們說 你們到底貝拉貝拉 不用你們貝 我們自己就可以貪了 這是我最對待的訴求 這個案子 其實它的環境影響評估 在2018年的時候就已經通過了 去年7月去年9月去年10月 一直到今年2月 廠商都有辦理所謂的說明會 可是這個說明會當中 竟然沒有把最重要的這個資訊 告知給漁民 導致到了今年6月施工的時候 漁民才發現原來竟然封場 就在他們的漁場上面 而且他們的漁具已經被破壞了 剛剛他們有說他們的網具被破壞 大家可能覺得 欸網具被破壞去買一隻具就好了 實際上 他們的網具都是要特別訂做的 現在可能訂做的廠商 他們的這個訂單可能排到 排到年底排到明年 所以並不是大家想像中 好像這個東西是我在便衣商店 在五金行買的 就買得到的 那在這種狀況底下 重大的爭議已經發生 可是到底 前期的環評程序的正義在哪裡 為什麼已經經過了所謂的環評程序 竟然主要的利害相關人的漁民 竟然完全不了解漁場跟封場 是完全重疊的狀況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 整個機制裡面完全忽略了 跟在地社群的一個完整的溝通 剛剛主持人也有講到 漁會沒有辦法代表漁民的聲音 而在地的漁民卻從來沒有完整的窒息 任何相關的這個會議的進行 包括說明會 甚至我們在接觸漁民的過程中 環評通過的這個事實 或者是任何的公開說明會 公聽會 漁民們幾乎都完全不知情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呼籲 這過程中 漁民的損失 在地的經驗沒有被聽見 而開發商的溝通缺乏誠信 反觀政府各個部門 之間並沒有充分的溝通 能源局到底在發展能源的 綠能的這個離岸風力發電的議題上面 選址的考量到底有沒有真正評估到 漁民的升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海洋管理的保護 海委會則無旁貸 他必須跳出來 積極的來協助到底哪些生態環境 對於漁民的生活 以及回遊性漁種的這個海洋管理使用範圍 必須要早日有這個相關的政策 最後 漁業署的角色 必須跳出來真正站在漁民 而不是站在漁會的利益上面去做考量 所以 我們這邊呼籲政府不能 絕對放任 開發商以及漁民們 雙方的對立跟互有 而是要積極出面協調溝通 讓這個案子能夠創造 漁民、生態以及綠能、山營的局面